HELLO 繼續講新加坡加一的戰略策略為什麼會成功?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麼巧 時間配合得剛剛好就是COVID-19 COVID-19因為要封城 各地方突然之間停擺 接著供應鏈出現了斷層 所以有些企業 因為某種原因是要走了 另外就是要拜特朗普 那時候也是COVID-19 就是開始跟中國貿易戰 有些公司已經覺得 咦?感覺到這次 所以有些美國公司就開始 將它的供應鏈放在不同的亞洲地方 令到自己的安全感加重 因為這樣的關係 兩件事情 跌加下來 很簡單 如果當天不是特朗普 去中國 做國事訪問 而不是李克強說 我們的總理說 你不用做了 我們做了 你們搞其他事情就可以了 咦? 特朗普就覺得 喂 這樣很危險的 還有 他們拿了我們很多的 的 職位 如果有必要的 我們突然之間 他真的要卡住我們的頸 咦? 這麼險 又有剛剛 跌了下去 高菲拉 連口罩也不夠 喂 什麼都不夠 呼吸器也不夠 死了很多人 這個 這個 低檔次的 就越來越發覺 原來放在一個世界工廠 不行 我們要做多個世界工廠 還有一些必須要回流 尤其是高新科技 那就開始形成了這個風潮的開始 再加上 有加上 當然有加上 主要就是 喂 有一件事情發生 又是這麼長時間 那件事情 要有俄烏戰爭 看著打的 咦? 這樣也可以 這件事情 就顯出了 俄羅斯 和這個中國 是極權政府裡面 他們真的感覺 尤其西方 我們中國香港當然不覺得 他們是有談過 有談過的 有知會過的 俄羅斯打烏克蘭的 而這個問題上面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現在的制裁這麼嚴重 各樣東西 會不會同一時間出現了 台海衝突呢? 不知道的 喂 現在的情況就是 先看清楚 不要摸著 看看俄羅斯為什麼 但是那個尷尬程度就出現了 究竟中國究竟是怎樣的情況呢? 可以站在哪邊呢? 很快就有一個所謂的 中國對這個俄烏戰爭的看法的宣言 由習近平說的 我們的偉大領導人 但是那個問題 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很多不確定因素了 李右鋒整個東西 帶牌之後要走 這樣供應鏈就不小心 去了東盟那些地方 什麼地方? 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 有些去了印度 整個印太的局面改變了 改變了又怎樣? 喂 如果有一個人突然之間走出來 喂 你們去那些地方做事OK的 我和你安排 你在我這裡設立總部和這個結算中心 研究中心都在這邊 我和你打點 現在加一 就有馬來西亞印度 印尼 印尼 有足夠的人力資源 我們培訓了 有不同行業的人才 還有 大家又看另一個東西 東盟有6億5千多萬人口 去這個地方 如果將來生活富庶了 那是不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消費市場 那些外國人 西方那些企業家 喂 這個就是我們 複製好像中國這樣 他們都要的 以前買不起 這個iPhone 現在是要買iPhone 一樣道理 好了 就製造了這個契機 而這個契機又剛剛好 在2021年醞釀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你跌下去 你是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領袖 喂 他們那邊 人民生活富庶 整個國家的GDP獲得提升 即使有錢 所有有錢 就不會有很多其他 其他我們不想發生的問題 還有 看著這個板 什麼板 喂 這個就是模範 他們這樣發展 帶著我們這樣發展 沒有理由輸的 為什麼他不用相信我們 相信他就可以了 只要我們談好分水 大家就清楚了 分水更不容易 賣到就可以了 剛剛說 不就是這樣 profit就可以share 所以理論上一定贏 對